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内容 新方案明确规定 在统一质量控制标准前提下 实行同级医疗机构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探索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 鼓励设置专门的医学影像 病理学诊断和医学检验医疗机构 促进医疗机构之间 大型医用设备和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等资源 共享使用 好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既有普通的市民 有时候作为患者 他会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 那还有我们的医生也在现场作为业内人士呢 有些东西他可能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 那我想先从这个小马这里了解一下 就是你到医院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你的检查结果到另外一个医院他就不认了 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这个是有亲身经历的 就是说以前的话脚崴了 而且崴得比较重 然后的话我在我们某一个二级医院的话去拍过片子 他竟然不让我把这个片子带走 就是说我在这个医院里拍了 那你是根本没办法拿到第二家医院去看这个结果 所以的话我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包括的话我在生小孩的时候住院期间的话 在同一家医院的门诊来去检验的结果 竟然在我住院期间的话 要求我再继续重新的话进行进行检验 而且时间的话 同一家医院门诊和住院都还得再做第二次检查 对 因为我盘检的时候是在门诊吧 那住院的时候是在住院处吧 他就会要求你从同样的话再去检验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质疑 因为什么对我们病人来说是身形很大的伤害 因为我当时比较胖 血管不好抽 真的是抽一管血的话 自己浑身上下都在流血的这种感觉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对于的话这一次出台的这个规定的话 我觉得是众望所归 除了医生之外 医生和医疗机构之外的话 我觉得大多数人众望所归 他的想法不一样是吧 对 因为的话我们这样子的资源的话 可以高度的集中 利用率的话会更加的高 而让我们病人的话 在患者的话再去看病的过程当中 减少时间的浪费和金钱的浪费 那我们医疗社保 那个医保的这种支出 总体的这种支出 也会有所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个降低 那让我们现有的 就是至少的话 厦门市的很多大型的专业的医疗设备的话 可以在资源上的话进行共享 不至于的话 我到每家医院去拍出来 都要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片子 而且每家医院都要去排队 李先生的看法和体验 我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专业人士 因为我有生物医学的背景知识 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有这样的知识 我跟你这个 作为正常的一个普通人 包括我可能是患者 或者是患者加手的时候 我会比较多 我患者的时候比较少 那我的感受跟你 不太一样 我相对的更多的感受到了 是很多结果是她是互认的 就是没有在出台这些政策之前 他们就已经是互认 是三级医院还是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比如三级医院 我甚至都从东北 把我妈妈的这些诊断 那些片子 带到这来到厦门来到医院 去处理她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有感受 都包括别的案例也有 我只举这样类似一个案例 实际上所谓这种互认 包括刚才这个片头中提到的 一些平台 包括建了一些检测中心的 这些雏形国内已经有 但是实际上 离发达国家确实有点距离 我是觉得这个趋势是对的 但现在我比较理解 医院里面 它实际上 在至少专业能力沟通情况下 因为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我认为他们在正常情况下 他都是认的 可能是觉得 有些定位需要变化了 说你要补做或者是重做 这倒是有可能 如果某一项说不做 我认为他们还是基于了 专业知识做了不做的选择的 这是我的感受 好 那么这次厦门 对于这个公立医院的这个改革 有这样一块内容 您觉得是好 还是说没必要 我觉得趋势是好的 但有一些事情就不必要了 它趋势是对的话 这件事情 更多的必要性 应该留给这个医生 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去 专业的医生力队伍 因为这是行政的一个发布 当然也有医生参与我知道 但是这点 真正离我的理业专业来讲 还没有完全再落到专业上能力上去 还不是足以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再强调一下 在短片当中的一句话 就是在这个统一质量控制标准的前提下 执行同级医疗机构 医学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 再来听听业内人士 江医生 我是支持这个互认的 实际上我是一个资深的医生 创了三十多年医生 实际上在我们情医的过程中 一直是所有的检查中 不论是同级医院 甚至上级医院 或者民医院 我们都是认的 那看着什么结果 比如说病理检查 这个病理检查出来 全世界都是认的 那所谓的病理检查是什么内容 比如说你做了手术 切一个切片下来 在显微镜下做的诊断 这个诊断是经标准 是肿瘤还是不是肿瘤 这个片子拿出来 不论什么医院都会认的 这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要求的专业能力 也是非常高的 下这个诊断 一般不会做的 比如说我的专业 有个人做了灌卖照影 他在五年前做了 大概正常的 我想任何医生 不会给他重新做了 大家一定会互相认 五年之内这种的 也还有效 这种基本不会太变 所以我们从我们专业来讲 是哪些需要护论 哪些不需要护论的 那么出台这个政策 有利于什么呢 有利于就是说 减轻我们医生的负担 以前规定 你到我这住院 有什么问题 我要举证倒置 我必须要把所有的检查 结果查一遍 在这次档案里面 我才能跟你说 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有这个政策之后 你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 我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去作为这个病人的情况 那么以前是我们 作为专业上的护论 我认为这个医院 医生比较可靠 做的检查比较可靠 我认你的 我在治疗作证中 采取你的措施 但是在法律上 我要必须要根据 本院相关科室的检查 或者本人的控制情况 对 或者不 因为作为我临床医生来讲 有些辅助检查 不是在临床科室做的 比如说在放射科做的 在检验科做的 我对本院的医生做的检查 或者拍的片子 做的技术 我是比较幸福的 或者说熟悉的 甚至它会出现哪些错误 我都是知道的 那么在其他医院做的片子 比如说他体位没摆正 可能造成结果会怎么样 是有怀疑的 如果说出台这个政策 你刚才讲得很好 统一质量控制标准前提下 这个前提有时候是很难达到的 也就是他们的水平和设备 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即使那样 也有人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温度的因素 所以做到同一层次 其实在严格的意义上讲 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欢迎 其实来讲 不是小马说的 医疗机构和医生 是欢迎这样检查的 这样检查 第一个减轻的医院 就忽认的检查是吗 对 减轻了医生的负担 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减轻了医院的负担 加速了治疗 如果说你现在病人 都排一个检查 排十几天的话 我的治疗措施跟不上去 我的床位周转率跟不上去 同样对医院是不利的 按你的这个说法 实际上如果这样的一个改革 试点方案支持的话 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很多 变量在里面存在的情况下 那么还是要会重复检查的 对不对 有些说要根据专业去考虑 而不能根据一些 条条框框去 如果说医生真正去想到 把这个事情做好 又有这样的技术 政策去支持的话 会做得很好 所以有这个专业人士 这样的种种 这方面的一个前提 就在什么情况下 我才忽认这样一个前提 那么所以其实在三年前吧 应该要在2011年 夏张全 3D的这个卫生局 就已经下发过通知 要医院同级别的医院的 这个检查结果要互认 那实际上呢 好像并没有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执行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 早在2011年 夏张全 3D卫生局就已经联合下发过通知 确认从2011年10月起 三室三级以上同类医院 护认检查检验结果 护认项目多达几十项 主要护认项目包括 医学影像检查和医学检验两大类 医学影像检查护认项目为 使用甲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的检查项目 如磁共振CT等和部分超生检查项目 医学检验类项目主要包括 部分稳定性较好费用较高的项目 如血脂乙肝二对半 饼肝抗体甲肝抗体等 而对于一些动态的检查项目 比如血肠规 每天的检查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患者异地就诊就需重新检查 就是把它这个列举出来了 哪些是可以忽认的 哪些是动态性的 它必须重新治疗 重新看门诊的话 你得重新再检查 是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到底有多少是必须在 另外一家医院在看病的时候 还得再检查 患者是很难掌握的 这个下庄权这个措施 发生了好几年了 基本没有实施 为什么 因为牵涉到各城市的医疗水平不一样 虽然大家都说是三级甲等院 但不同地区的三级甲等院水平是相差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医疗水平最高的北京协和院 它也仅仅是三级甲等院而已 那我们厦门已经三级甲等院遍地了 实在是我们这个三级甲等院和它的水平 绝对不是一个档次 那么用这种级别去确定 也是不好确定的 从一些来讲 刚才这片子分了两种 一种是静态 一种是动态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是要根据每个病种的情况去 比如说有些骨壳疾病 你查了这些大型检查 可能不需要再做了 血脂什么都不重要 两对半也不重要 但是作为内科疾病 作为心血管疾病 它血脂可能是变化的 即使它不变化 我对药物对它干预作用是有变化的 不能根据它检查结果 确定哪些项目是否不论 应该是确定不同疾病 在不同情况下的确定 那么这么细的措施 作为行政措施能不能做到 很难做到 只有医生去做 那么政策有一个宏观性的指导 医生去具体操作 这样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那听了江医生的这些说法之后 我不知道马在岩还会不会有疑问 或者觉得 或者觉得就是说 你还是有的地方 目前不是医院的医疗水平差距特别大的问题 而是最重要的医生的治病的水平差别很大 同样的话都是主任医师 那有的主任医师的话 可能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级的 可以去脑部开刀的 有的可能主任医生的话 这个我们说可能还不如 我们这久病成医看得更明白 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先不推到这个医院上 现在的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这一次主要是针对的话 什么呢 医疗器械和影像 那这些是机器来说话 就像我今天坐在这边 我照一张黑白照片 只要是照相机 照着的都差不多嘛 那当然的话 好的摄影师 他的角度和打光是不一样的 可能照得更美一点 但是你主要的 本质的东西应该没有变化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为什么会存在着 这个医疗的这个检验结果互认 是因为比如说 我拿到这个主任的这一边 他可能看了这个片子 给我诊断出来的结果 和我拿到另外一个主任那边 看出来诊断的结果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这个主任告诉我的话 我要再重新拍片 那我不懂的话 他是真的为了我治病 还是为了他所在的医院 来去谋福利 我理解你 因为我们两个立场是一样 我们都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 按照我们言论说 应该患者家属 更可能因为我们都谈到 老人的问题 那好了 我也同样 因为我知道医生的职业 或者专业知识我知道 我理解江医生的做法更多一些 为什么多一些呢 首先我承认一些仪器 一些设备的时候 确实就像照相机一样 我们理解的就是拍个照 物理上或者化学上 你以为就是公正了 但是医学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然后呢 我更相信跟医生的一个沟通 再来组成一个方案 所以刚才这一点的话 他这种互认 这里面缺了一个 我们是现在这个行政规定 哪些结果来互认 但是确确实实 从我看到的文件里面 没有解决 从专业角度来 引导这个行政的互认的这个角度 就是专业的能力 要高于这个行政的能力 这是必须要尊重的 但是确实是变化的 当有这样一个改革 当以后形成了一个规定 继续要落实的时候 作为患者 他怎么来掌握 你医院或者医生 你到底是在给我重复 开没必要的一些检查单子 还是说是真正的 因为时间变化 我的状况也变化了 才必须再要去检查 患者他可能不懂啊 可能就要问我 这个患者是肯定不懂的 患者而且不仅不懂 而且他如果去坚持说 不去做检查 第一个可能耽误他的病情 提阿哥影响医生治疗 那在国外是怎么做的 国外很多像我这样老年的医生 除了你当医生了之后呢 去哪里工作 去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有非常很多 高年制的专业的医生 比如去检查 你这项检查是否需要做 是否是重复检查 专业的角度就发现问题 所以像美国的医生 是非常难做的 因为在和他同级别 同水边的医生 在监督他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减轻医疗服务 如果光去患者去想象 做了哪些检查 那是没有益处的 那其实这一块呢 咱们的配套 也还没有完全跟上 所以像这个作为患者来说 一个是到医院看病 一个就是说 就是自己来考虑 或者通过网络来查 这个医生看着 到底是不是你觉得满意 还是不满意 好我们再来看看 互动平台上 我们观众朋友 对于今天同级医疗机构 医检护认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Love Mama 她说 我觉得应该可以省钱吧 毕竟政府支持的 天竹山牛人 她说 我觉得很难 哪个医院不想多赚钱呢 匹匹鬼说 医院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个互相承认估计呢 还会要走很长的路 也就是说 有的开这种 重复检查单子 她认为是利益的驱动 那秦贤的快乐说 这样的改革实际 还是让医院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 说好的这个公众话语权 在哪呢 这是一个疑问 好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发表您的观点 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窗木墙武器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好 那么这次 这个改革 各位觉得 就是说 凭外医院检查结果进行治疗 一旦出现 所谓的医疗事故 就是物诊 物质 责任 该由谁来承担 那作为患者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就是他如果不给你 多开这个一次检查 那别的医院的检查结果 导致医疗最后出现问题怎么办 其实的话 即便是现在的话 所谓的这个医院的话 会去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最终的话 这个巨大的身心伤害的话 都是由患者和患者家属来去承担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在这个权利的话 其实的话 可以一定的释放给这个 我们作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 什么意思 怎么讲 比如说的话 你这个项目 比如我在近期的话 我有检查过 那是否的话要重新检查 你作为医生的话 可以跟我们讲 征诚你的意见 征诚我的意见 我确认我要不要来去做 这个 那因为的话 我们可以去咨询 我们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熟悉的人 我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 这个可需不需要再做 他可说一般的话 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签字画下就像手术一样 我同意了 好 就他这个建议 江医生觉得怎么样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 经常就说 我打个电话问个熟人 那首先是表示 对当面的医生不太 但是他也不一定相信 这个打电话的医生 多问一下吧 但是他多问一下 总觉得好 结果是什么呢 他问的这个医生 不一定是非常专业的 虽然是医生 就像他 虽然是主任医生 主任医生的水平差得很大 那么如果说 你不相信这个医生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找你熟悉的医生去看病 那么就解决问题了 这个问题其实来讲 还没有回答熊志 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是怎么承担医疗结果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讲 医院要举证倒置 如果说我认为 我没有责任的话 医院要举出证 我们民法是 谁主张谁举证 在医疗上正好反过来 这就是保护患者的一个条约 那么如果说没有相关的检查 那么这个同级互论 在法律上论不论 这是关键的问题 如果说法律上确论 比如说我在另外一家医院 拿的作为举证倒置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 如果法律上不确论 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文件的话 那么还会造成的问题 还在这个造成的一个陷阱和鸿沟 很难实施 法律的配套 应该要及时跟上 是这样吗 对对 好 我们现场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继续来关注 同级医疗机构 意见互认这个话题 厦门公立医院改革 上半年开始启动 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实惠 同级别医院 检查的结果却互不认可 究竟是为了保护医患双方 还是利益作祟 看病价格动态调整 能省钱还是更费钱 TV2欢迎亮剑 同级医疗机构结果互认 很难吗 好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继续来关注 同级医疗机构 医检互认这个话题 那么您可以继续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发表您的观点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窗目前五金专家 金刚老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在这次医疗改革的 这个改革内容当中的 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病人看病的价格 将会适当调整 建立价格常态化调整机制 继续来看短片 看病贵是市民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根据实施方案 今后厦门人看病的价格 有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物价变化 及医保承受能力 动态调整 适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建立价格常态化调整机制 将加强对调价后 价格运行情况的评估 不断完善价格方案 具体来说 厦门将分阶段提高 技术劳务价值高的项目价格 重点提高 诊疗 手术 护理 床位 中医服务 康复治疗及技术劳务价值高的项目价格 研究较大幅度提高知名专家诊查费 和高难度医疗技术的价格 适当提高儿童诊疗项目的价格 好 这个医疗价格 也建立一个常态化的调整机制 也就是根据市场的情况吧 它有可能高 有可能低 不是说固定要多少多少年才调一次 对于这样的一个机制 你怎么看 李先生 我个人讲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喜欢 但我作为我个人 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验来看 相对比较了解 我是医疗行业的话 我认为医疗行业 对现在的正常的收入水准 或者是它的工资和薪酬是远远不符合市场的 就早就已经很低了 因为我们的医疗价格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提到了 我们要根据物价水准 生活的水平提高 还有一个医疗诊疗程度的这些提高 要提高这个价格 我都感觉这个价格比市场要偏低 这是我个人对国内市场的价格 当然我们公众可能更多人理解是 好像还觉得贵了 其实这里面的问题 可能大家也会感到 我是觉得是真的不贵 您的意思 其实起码就是说应该整体先提高 然后根据市场的状况 社会的情况的变化 然后不断地调整往上调 对 我觉得还不够 还不够 而不是说大家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也许我们会更贵 也许我们会更省钱 应该怎么理解 其实的话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们为什么一直 我们是深刻的感觉的话 这个价格是很高 高到的话 一般人的话是承受不起 家里头有任何一个重病 就是家里头有一个病患的话 那你基本上这个家人的话 生活的水平都是非常低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 可能我们李立总的话 总在是提的话 医生的话 可能比如挂号费啊 诊疗费啊 是高还是不高 但是作为我们患者 我们是看我们治这个病 我们总的付出了多少钱 包括各项检查的费用 和开药的这样子的费用 那所以在中国的话 现在是一个小小感冒 你没个五百八百 你能够出得了院吗 出不了院 那还不是很高吗 那你先让我把话说完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是非常担心的话 这种随时的价格变化 因为什么呢 第一 让我们更没有办法 明明白白消费 本来的话 作为患者 我们就是始终的话 像鱼肉一样 站在砧板上 被医生和医院来去割的 那你现在随时的话 再去变换价格 我连割多少刀 和割多少身 我都不知道了 这很惨的 我这个同意小马的这个意见 因为患者不是说 你挂号费多少手术味道 它是整体的一个 支出 所以这个政策 好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它把应该挣钱的 比如说大型检查 大型化验降下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公立院最挣钱的 就是化验检查 这一部分的收入 能力成本和能力收入 是非常低的 那么厦门市已经把 药品零价价 耗材零价价 下一步是把这个放射费 下调15% 检验会下调15% 那么这次造成了 医院的经营困难 和收入减低 相应地提高 医生的劳动价值 和诊疗会价值 这是一个 未来发展方向 但这两部分的价格 没有办法平移 就是说 其他的减少 没有通过这些 劳动收入 所以价格还会 不断地上调 总体的是没有变化 是趋于减少 但是真正体现 医生的劳动价值的 收入会增加增高 所以这个政策 以上会有利于患者 和有利于医院 医院和患者 医生和患者 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价格的常态化 调整机制 有人马上联想到 这个咱们国内的 这个油价 是吧 直涨 你好像 往上调 很容易 往下降 就不容易了 而且说不往下降 也就不往下降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当然了 至少的话 医生的工资也是这样 你给他升上去了 你现在告诉 腰斩砍一半 你看看他干不干 可是我要告诉你 因为作为一个疾病 是一个特殊型的利益 我更愿意认为 我甚至我可以 超出市场的价格 来治疗好我的疾病 我更愿意买单 我尊重这种心理 所以我认为 医疗价格 你那个叫私人医院 不是 是什么买单 是你的问题 市场化的 市场化的关键是什么 在过敌医院的 我买任何一个商机 它都是便宜的 我买一个 生命的一个 可能的修复 都是不便宜 都是不贵的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比如说 十万能救一个人的命 但是你收入是 一年五十万 有人收入一年五千块钱 那么这 怎么怎么能量贵 还是不贵 差异化值 差异化值 对不同的人 可能不觉得不会 那比尔盖茨 永远他不觉得会 对 只要能救命就行 所以说我们 一方面说 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但是人的收入也是不一样 这两个对问 也是在一起